江苏扬州某玉器店发生盗窃案 室内一片狼藉 发见精美玉器不翼而飞 警方侦查 发现窃贼十分狡猾 民警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最终破解案件谜底 无翼而飞的玉器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扬州地处江苏省的中部 是长江和金航大运河的交位 自古有淮佐明都 逐西家处之美城 我们淑港寿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 就位于我们的园林之中 背道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主要是我们景区的东南角 这条街呢也是相对比较繁华 他这个老板也长期在这边经营 我从99年就开始创办这个玉器 差不多现在是20多年 我们这边呢 自然是相当好的 所以说就是在这20多年里面呢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盗窃啊 什么这些事情 我这个屋 所有的能进来的门窗 都是用石芯白酒缸焊接起来的 而且里面呢 监控啊 报警系统啊都装了 所以说我们就 从来没想过这个地方能会被拖 我来朋友呢 都到我这里来喝点茶 我来拿茶叶的时候 我一进门转身 我第一步是开灯 所以说我并没有第一个发现 这里厨子倒了 墙上有洞 我开灯的时候 他们说哎 厨子倒了 然后我就惊了一下 然后说哎呀 一个洞 我在转身的时候 已经转不过来了 大概停了有两分钟 我才挪过身子挪了 看了一眼这个洞 然后呢 再过来以后 我就说不要动 保护现场 我们报案 您接到一条新警情 您接到一条新警情 今年2月20号下午2点左右 被到浴池店的店主 拨打了报警电话 向我们反映 他的浴池店被盗了 就当时我们接到报警之后 立即赶到了现场 到达现场之后呢 我们见到了这个报警人 报警人比较焦急 扫掉的东西有没有清洁呢 肯定差了 差 肯定差了 他没从一楼进来吗 来 从这里 上去吧 对了 他不是从这里的站 他说 他说从隔壁的二楼 一套墙走过的 隔壁二楼怎么墙走 一楼是生活区 然后二楼是玉器展示区 三楼是玉器加工区 然后中心现场在二楼 一楼跟三楼都没有 这个被盗的这个迹象 然后二楼 那个从楼梯上来 是一个完全封闭的 一个防盗门 防盗门是完好的 进去之后呢 在那个东西两侧墙面 都是放有那个玉器展示柜 一边各六个 西侧墙面靠南端 发现一个墙洞 墙洞大概是40×60厘米 刚好容一个成年人 能够从洞里上进来 墙洞正前方的一个 那个玻璃展示柜 被推倒在地 然后上面的玻璃 也是散落一地 在那个展示柜旁边 遗漏一根翘棒 我们是今天朋友 我们来喝茶 叫他上来烧茶的 要不叫他上来烧茶 他今天发现不了 他今天就发现不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店这两天也没开 对呀 恰巧你们过来的时候 把门一开发现了这个情况 对对对 一开始就是看这个盗洞 就觉得这个嫌疑人 嫌疑人入室的这个方式 比较特别 因为平常的话 大多数都是要么从门进 要么从窗户进 从盗洞进的话 一开始我们也比较疑惑 就是说嫌疑人 为什么会选择 这种入室的方式 第二个 如果选择这种入室的方式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耗时比较长 还容易被人发现 因为长时间的作业 会被发现 可能这边一楼的东西没出来 没有没有 它没出来 它就在二楼经营就中了 二楼其实 它就在这边中了 二楼的东西 就二楼有东西 三楼有 三楼有 就是在二楼那些柜子里 装的那些玉器 对吧 看到那个大洞 我们倾向 这个可能说比较严重 因为它是一个入室道歉 而且它本身是一个玉器店 可能玉器这一块 价格比较昂贵 所以说涉案金额 可能比较大 我们当时就比较重视 及时地保护现场 什么东西扫着了 扫着不扫着 现在我们没努力 没努力 进来我们还没找 现场面 还没有这个洞 这边没有洞 现场就不要 对对 什么都没动 他应该是发现了墙上大洞 还有展示柜倒下之后 就立即报警了 他可能本身这个老板 可能也有一点意识 他没有立即进入现场 所以说他当时 应该是和我们同时进入现场 然后再勤点少的东西 应该是昨天夜里面 我昨天白天进来 我还抓茶叶的时候 我还没 现场勘察 我们第一时间 主要是围绕进出口进行的 洞洞的缺口比较平整 应该是用某种机器 电稿或者电池之类的 切割而成的 因为它那个墙呢 是红砖墙 然后在那个浴池店的这一侧 还有木板 秤在里面 都是被破坏掉了 我们第一时间 发现这个倒洞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动静很大 因为要形成40层60公分 而且它是红墙砖 所以要形成这么一个倒洞的话 确实工作量很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隔壁浴池店的老板 他的这个店 虽然是春节期间 有疫情存在 但是他每天都有人 在这边职守 就是想要这么大的声响 不被人发现 我们当时也觉得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倒下来的那个柜子里面 没有预期 是空的 也就是说已经被嫌疑人盗走了 隔壁是到哪里了 是住的 还是说做商铺跟你们一样 做商铺 人家已经不住 不开了 人家已经不开了 那边是空的 空的 隔壁是一个长期空的一家店铺 然后我们也去 我看了一下 隔壁进门之后 在一楼靠东边的 一个长桌上面 留有一双 粗杀手套 在这个房间的 那个东侧墙壁上 有一个那个墙洞 这个东侧墙壁 也就是案发现场 西侧墙壁 他们两个店 是通过这个墙壁相通的 二楼的过道上面 发现一个梯子 我们看到这个 本身脚手架上 有一节绳子 另一方面 这个窗户下端 也吸了一个绳子 能够通到二楼的平台 相当于正好 能够形成一个通路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 它可能是通过这个途径 进入到了隔壁店铺 因为包括我们在 打开隔壁店铺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隔壁店铺 它有 其实是有两道门锁 一层是外部的卷帘门锁 另一层是玻璃门锁 它这个主要是锁了 外侧的卷帘门锁 而卷帘门锁是完好 玻璃门锁也没有损坏的痕迹 所以我们觉得 它应该是翻窗 入到了隔壁的这个店铺 然后再从隔壁的店铺 凿洞 最后进入到了 这个案发现场 因为它这个店主的 防盗意识也比较强 它在每个楼层里面 都安装了相应的监控 能够达到每一层 相对而言是没有什么死角的 所以在这个案发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调取了 店主的这个室内的监控 19号这个腾头 就一直是朝下的 19号就朝下的 那看一下18号 昨天 你看看昨天夜里 跟前天夜里 一天我不是听到 哪一天的事 你哪一天的事 哎有了有了看到这个人了 戴了一样什么 是下午的事 白天的事 下午我们每次 我们一点钟下午应该戴 11号下午就 过来采过点 啊 啊 啊 它是11号下午 最起码这个洞 开下来了 11号你们想想 11号下午 它这个情况 你动了 我们调取这个监控之后发现 在2020年2月11日 中午12 12点多钟 强洞正前方的玻璃展示柜 倒地 一双腿从强洞的另一端伸出来 紧接着犯罪协议员就通过这个强洞从隔壁门面房进入案发现场 进入案发现场之后 他先四周查看了一圈 发现在现场的东南角有一个监控录像 他手持随身携带的撬棒把这个监控录像给损毁 紧接着他在那个案发现场巡视了一圈 发现在西背角还有个监控 他就用撬棒把这个监控摄像头给挑歪了 但是嫌疑人没有发现在案发现场的西南角还有一个监控 完整地记录下了他的专案过程 嫌疑人应该是一名中年男子 头戴 身色 牙舌帽 上身穿浅色的外套 下身穿深色的裤子 从监控上看身材是比较高大的 体态中等 他在案发现场停留了大约四十分钟左右 从能地偷走了玉器 并通过强洞离开了案发现场 这个时候是无法确定他的身份 而且连最基本的面目特征我们都看不到 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门的影像 后来这个玉器店老板经过清点 发现一共是被盗了八件玉器 总价值差不多超过两百万 我们侦察员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指纹 我们猜测这个嫌疑人可能是戴手套做案 感觉经验比较老到是一个惯患 展柜那个背面呢 它那个木质板呢被切开了一个口子 然后在背面它可能嫌疑人进出的时候呢 在上面有一个血印 它只有半枚不是太清晰的 但是隔壁的空关的那个店铺里面 那个地面因为有常年没有人在里面嘛 所以它的灰震比较重 它的血印也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血印呢 我们推断这个血印应该是一名男性 然后穿的应该是运动鞋 鞋码为42码左右 身高大概在1米7到1米75左右 结合监控判断是一个中等体态的 年龄可能偏大一点的嫌疑人 就是这个找墙的这个店铺 不是案发现场的店铺 它是空置的 空置的那边 另外一边也是一个空置的 但是这个墙还是比较厚的 它是红砖的 然后在那个断口的地道的切面 是比较平整的 它应该是用那种专业的工具 对对对 专业工具呢 我们完成初步的现场勘察之后 在案发的当日 就成立了220特大预期被盗案的专案组 投入了大量的警力 开展下一步的侦查工作 我们首先对这个店内的员工进行了调查 然后因为这个了解下来 这个店内的员工和老板 其实是亲属关系 他们而且之前合作了很久 老板很信任他 所以我们初步也就排除了 这个坚守自到的可能 第二个是对于隔壁的房东 还有这个可能的租户 经我们了解 这个隔壁这个商铺 其实已经闲置了很久了 而且这个隔壁的房东 他最近一直都没有在扬州 也没有到店里来 而且这个店铺也没有给其他的租户 所以说我们也排除了第二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就是老板的这个厨人 当时因为是疫情期间 而且是过年期间 好多人其实都在家里面 都没有出来 所以说我们经过一些了解 也排除了这第三种可能 就当时我们也是对于周边的 这些居民啊住户 还有商铺 进行了一些走访和调查 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同时我们的技术民警 通过对案发现场的进一步勘察 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通过对防盗窗户 进行这个细致的勘察 可以推断说嫌疑人 应该不是从这个防盗窗 通过尼龙绳攀爬进入室内的 脚手架防盗窗底下的绳子 其实也是给我们设置了一个烟雾弹 对我们这个侦察员进行侦察 是产生了一定的障碍 既然确定了嫌疑人 不是通过防盗窗攀爬 进入隔壁空置店铺的 防盗门又没有被敲到的痕迹 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进入室内的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就在案件侦破遇到困难的时候 调查监控视频的民警们 有了重大的发现 案子比较大 我们非常重视 我们判发当天 就安排了警力 对现场建构 进行了大量的证别 筛查 而且我们都是一阵一阵看的 连续看了二十多小时 因为我们心里都有压力 中心现场会为这个监控条件 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要对清晰度比较高 就是在它的证实测上 对 就是这个银行 但是能不能照到这边 还要去实地区现场去看一下 我们在中心现场呢 反而没有发现判断前些人 最终在一个远离案发现场的一个判斗中 发现在2020年2月11日中午12点多的时候 看到案发现场隔壁店铺的卷帘门有升起的画面 然后是因为画面比较模糊 是隐约看到是有人进入的 所以我们就推断 嫌疑人应该是从这个卷帘门进入的 那些人得手之后 他还是大摇大摆地从那个店铺里面打门出来 出来之后在附近上了一辆出租车 小店铺的北边失去 通过出租车大概到了某个小区附近下车之后 他通过步行的方式到了附近的公交站台 然后又乘上一辆公交车去往主城区 在主城区就通过步行公交车这样交替的方式 来回兜兜转转 最后他又回到了案发附近 然后从右蓝乘一辆出租车 最后他消失在了某个小区附近 我们侦察员怀疑他是否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 或者还是说基因这个小区 只想给我们设一个障眼访 我们也找到了他所蓝乘的这些出租车 联系到了车主 经向车主了解 十天前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 从这个案发现场附近上车 再到了扬州某个小区下车 中间这个人一直什么话都没有说 然后我们又反复观看现场监控 发现该男子于当日上午十时许 从扬州某小区骑自行车外出 一直向南 来到案发辖区附近 将他早上骑那种自行车进行藏匿 藏匿之后 又在附近蓝乘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乘坐出租车来到案发现场 最终我们发现嫌疑人出发和消失的地方 都是同一个小区 所以我们侦察员又重新把视野 拉回到当时嫌疑人消失的小区 通过比对 也发现了这种疑似的 有相同体貌特征的人 从这个小区进出 所以我们侦察员初步判断 嫌疑人有可能就居住在这个小区 通过走访物业社区工作人员 最终确定这个住户叫图某 图某50岁 是扬州本地人 没有什么正当职业 也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 从1998年开始 就因为犯盗窃 被公安机关多次打击处理过 在明确图某的身份 和其详细的居住地址之后 我们迅速组织警力 对犯罪协人图某实施抓捕 结果非常巧 他当天这个嫌疑来在家 他把门开来的那一刻 我们就翻脸 不管他的衣着情况 还有那个提毛头的 都是与监控相吻合的 在他开门的那一瞬间 我们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嫌疑了 我们对他表明身份之后 图某表现得很镇定 我们依法对他的住宅 进行搜查 在图某家中搜查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双运动鞋 经过比对 我们确定留在暗花线上的鞋印 就是由这双鞋所形成的 兄弟弟们一层没什么团的事 我们没有电动车 但是没有收到相关的掌握 图某档案以后呢 只不交代 就是说所有的情况 他都不承认 只是承认 就是说去过那个位置 我们在他的手机的那个里面 发现他有网购的记录 就是现场的那个伸缩的 那个爬梯 以及一些电稿之类的工具的 一些购买记录 我们发现这些 他是没有办法去解释 但是他还是适合否认 我们几个侦察员 又重新坐下来 开始梳理一下 目前掌握的所有的证据和线索 那个预期是比较值钱的 但是他的预期上 里面有那么多简单 就拿了一小部分 大部分没有拿 我们一携带 跟携带有关系 然后经过我们讨论 我们觉得嫌疑人图某 在墙上通过凿洞进行盗窃 这个很难一个人完成 而且根据我们了解 他并没有偷走 这个展示区内所有的预期 而是相对有针对性地 选取了价值比较高昂的几件预期 所以我们猜想 图某是否有同伙 在协助其进行犯罪 后来经过我们又反复查看 当时案发时候的视频 我们发现图某的耳朵上 挂着一侧耳机 我们就猜想是不是有人在周围 望风一直给图某提供线索 或者说对他进行警示 于是我们又扩大了视频监控 查看的范围 后来经过海量的比对 我们发现在路对面 有一名可疑的男子 一直在案发现场附近徘徊 在案发时间段内 一直在用手机拨打电话 同时视角是望向案发现场的 我们怀疑该男子是否是图某的同伙 后来经查证 我们发现图某还有另一名同伙 是犯罪嫌疑人尼某 尼某47岁 是扬州本地人 没有固定的工作 是一名预期爱好者 我们随即去尼某的家里 对尼某进行传唤 图某在知道我们发掘了 他同伙尼某之后 图某的饲养房线被击溃 他如实地交代了 自己盗窃的犯罪事实 也供述出了 目前脏物所在的位置 后来我们就根据图某的供述 在他的车库内 找到了被盗的八件玉器 都完好无损 据我们所了解 尼某和图某在很多年前 也就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他们曾一起在一个单位共事 可能是因为尼某 他本身是玉器爱好者 他预先知道了 所被盗店铺里面 有几件价值比较高昂的玉器 他就找了图某 跟他一起来商量 盗窃玉器的事情 图某因为自身经济情况比较差 两人一拍即合 2019年10月底 嫌疑人尼某和图某 通过网上查询到 案发店铺 隔壁店铺的房东电话 二人通过电话中 向店主谎称 想要租赁该店铺为由 约店主当面查看该店铺 在查看店铺当日 尼某和图某复制了 店主所持有店铺的 外侧卷帘门的红外信号 从而取得了该卷帘门的钥匙 之后便能自由地开启 该卷帘门 进入到案发店铺 隔壁的店铺 经过审讯 我们了解到 嫌疑人图某总共两次 进入到案发现场 分别是2020年2月9日 中午11时取 嫌疑人图某通过电稿 凿墙并打通了靠墙的展示柜 从洞口中拿取了一件玉器 后离开案发现场 第二起是2020年2月11日 图某此次是通过2月9号 凿开了洞 推倒了洞外的柜子 从而进入到案发现场 从案发现场的 西侧六个柜子中 共又拿走了七件玉器 案发后 我们对被盗的八件玉器 向被害人及时进行发还 因为后来我们通过 进入部的侦查才发现 是这个玉器店的老板 他有中途回家吃饭的空档 所以这个嫌疑人 有两人作案 有人在外面 只是看着这个老板离开 他们就开始选择 来到找到东的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这个店主 防范议实还是不错的 几层楼 他家里三层 每层他都有监控头 但是他没想到隔壁 他没有监控 没有防盗窗 所以我们这个警示之业 还是要棉房棉职 对于防范的一些经营者 我们建议加强值班制度 监控现在也是很发达 现在一组基本上都把这个手机 能够连到这个监控上来看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手中的方法 中心器材 不要保有侥幸心意 莫生手 伸手必备出 干嘛 yoo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